大家好,我是Simon,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呢,在营地里碰到我们的车友Michael 大家好 来我们来介绍他的房车跟卡车 然后顺便跟他聊聊天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他这个新买的皮卡Tundra 21年的Tundra,TRD扶绕 所以他这个托力大概多少? 托力在9200到9500吧 你看那个前轮呢,这个前轮他已经laped 2 inches 哦,他有提高了 他有提高了2英寸 那么后面他不提高,他出厂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个5.7升的引擎 它这个引擎,对,它是汽油的5.7升的一个发动机 哦,所以你托起来还行 托起来OK了 你的车里大概7000? 我的车里的话,你要是东西都装在上面大概是7500座 那没问题啊,所以这个车的配肉大概多少? 这个车的配肉大概1200到1500吧 大概1500吧 那够了,你的车汤位加起来 汤位大概500多 我这个车里的汤位是500多 这是我第三个汤位,汤位很有信心 汤位对,觉得汤位它的稳定性比较好 而且呢,基本上还是内饰呢,比美国车呢 对,Toyota嘛 对,感觉更好一点 对,以前我都看过 这个轮子呢,这个轮子越野轮子是后换的 它不是配来的 哦,是后换的 它是越野轮胎,你看这个纹路嘛 哦,我四个全换掉了 这个轮骨呢,它是本来带的 哦,本来就有的 就是外面的胎 哦,放心的 后面加装了一个这个棚 这个盖子 对,我正想问说是那个又另外加装的 对,另外加装的这个棚 这个是show bed啊,短 对,show bed 5.5的 哦,5.5的 对,所以它因为这个呢 这个全,它本身全金属的 这个是金属的 对,这个都是金属的 哦,对对对 所以你会感觉到吗 这个是手机的 看,三面的它都可以打开的 哦,挺好 对,所以它就基本上还有一位 还有窗户的 对,我自己夹了一个灯 后面放一些东西 哦,你自己夹了灯啊 哦,你自己夹了灯啊 对啊 哦,你这个窗户可以 那个窗户可以打开 就一个小窗户还是整个可以打开 小窗,那它后边的窗户可以落下嘛 哦,它给窗户整个露起来 整个的窗户是后边可以落下来的 哦,整个的窗户 它能拖9000多磅嘛 这个trailer呢 基本上7000磅 7000,不会超过7800磅嘛 但是一般我装的不是很多嘛 所以大概7000多一点 所以还是很新,一般的trailer像这种尺寸的trailer呢 它这个payload基本上在81000左右吧 差不多 平常的话,平常的人基本都是这样的 对,15%、12%附近吧 就是你的总重量的百分之 当然你拖了还是理想的话 应该,如果你前面的车拖的假设1万磅的话 那么你后面的最好就在8000左右 对,80%左右是比较理想 对,78000是不错的 我觉得啦,这个trailer最好是用truck 对 对,你觉得的 对啊,truck本身它设计的时候 它suspension啊,它各方面它是为了 因为它有个配料的问题 对,还有汤位的问题 对,所以那拖车肯定是pick up了 当然我看很多人用ICUV啊 拖不行,我以前尝试过用Sekoya Sekoya跟它发动机是一门一样的 一门一样的5.7升的 但是呢,上去到汤位它在500,超过500的时候 它已经就不行了 哦,500就不行 对,它不行了 它配料的压到这个上面以后呢 它SUV就不行 它翘起来了 前面就翘起来了 它已经警报响了 它有警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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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SUV基本上就不是设计来拖 拖来载重 对,它主要是做人的 对,所以 这个东西主要是它是拉东西的 它原本的设计就不一样 你像这个Truck一定会有这个 对,的后面的 然后Toe Package 现在的这个后面的都是轻的 就是一定会有这个Toe Package在的 对,有这个Toe Package 对,所以它这个设计来载重拖重的 对,这一款Trader呢 就29尺,29尺长吧 对对对 如果算前面H的话 我想31尺这样 它是中等长度的吧 拖车的最好是用这个Pickup Tray 因为重点基本原则就是你前面的车越重 你就越安全 对 要不会晃 对,它在车设计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ICU当然也可以拖 也是可以啦 但是它还是在拖力方面还是差一点吧 对,还是这个Truck比较安全一点 对 即使是那个大卡车 经过你车边你都会晃 Truck的轮距也比较长 Trader也是你新买的 这个新买的12月30号 旧的是Kruger Kruger比它基本都是一样的 结构基本一样 对,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所以我要这个Bank House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换这个呢 因为那个是15年的嘛 15年的嘛 因为顶还有这个轮胎 可能有一点要维修啊 差不多啊 因为轮胎 对,比较麻烦 因为5年了嘛 它会经常在外面晒 基本上轮胎超过5年就比较老化了 所以这个Trader我换它呢 因为我觉得尺寸也是差不多 但是现在呢 它有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设备不一样 它有solo panel 哦,它有solo panel 对,它有165瓦的太阳能板 这个电池呢 本来它配一个 我又加了一个 它只要是太阳能 哦,太阳的 对,the cycle 所以你要出去没有停地都没什么大问题啊 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当然你除了微波炉 空调 对对对 不用的话 其他好像的问题都不大 它只维持维持你的什么 一般的 对,the water pump 还有灯了 还有电视机了 还有充电了 就这些小的基本的问题都不大 而且它这个本身呢 我说有个solo panel嘛 它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power jack 哦,对对 对 对,这也是比较省事的一点 这一个小马达 就是小电流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呢 对这个trayer呢 这一点呢 他可能了解不够 就是说这个呢 本身这个jack呢 本身就起着一个辅助的支撑的作用 对 它不能完全撑起来这个重量 而且它也不是leveling 它也不是平衡用 对对,它不是平衡 但是有些呢 比如class A那个大的呢 它是平衡用的 它是自动平衡的 对 有些fips wheel也有平衡用的 对 这个是因为它只有今年的版 这是2022年的版 才有这个power jack 它以前的这个都没有 转的 转的,对 转的我觉得也ok的 转的 转的实际上更好一点 它不容易出问题 对 但是基本上像这种催烂的话呢 你调平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 你首先要调前后嘛 前后一般就比较容易了 前后就调那个 对,那个townjack 它靠这个轮子 它就会前面后面 主要是左面右面 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就很 你就垫东西在轮台上 对,你只有垫东西 你看我这个呢 我昨天进来的时候呢 我下面垫了一点 垫了一个 这边我垫了一个 那边我没垫 但是就差一点点 我想问题不大 我比较懒 应该是我在上一个那种 你可以下面垫个木板啊什么的 对,你拿这个一看的话 一般就ok了 你看这个ok了吧 那如果你要这么看就不行了 哦,这样不行啊 对,这样 差一点差的不是很多 差一点无所谓了 差一点 但是呢 对有很多人就也是这样 因为对这个jack 他不是很了解 他认为他会把整个吹了 这重量整个撑起来 其实不是的 不是不是 其实不是的 它只是其他辅助的作用 就是让你不会晃 对 它只是让你不晃 但是它不是把你吹了顶起来 这个是 对,还有的人就说 那无所谓了 我只要歪一点 歪一点嘛 对不对 但是 歪一点不行 如果这个太不平的话 就包括它的structure 它是房车的结构 受的压力都不一样 因为它那个柱子会偏 门有的时候也关不上自动 然后那个slide out slide in slide out 它会摩擦到 会有影响的 它重量的分配 对,而且你的水箱也不平衡 所以平衡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不平衡 你的slide out,slide in 会刮坏的 对 然后而且它也不平衡 我有经验过 就是在里面会头晕啊 久了 那是很严重的 就不舒服啊 整个天也不舒服 所以你这个像trial 尤其trial trailer 5th wheel也是一样 你选这个营地的时候 有些营地的不平的 尤其这样的地 你就尽量在停车的时候 找相对平的地方 对,你就看平一点 你看我这个slide 就一看就是不平 所以这个前面就低一点 这个就升高 对 看起来就升高很多了 因为前面低一点 后面高一点 所以这个slide 它不是很平 对 尽量找平一点的 稍微调一下 这个车还有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你看它这个owning 很大 它owning是21尺 这个owning很长的 对 所以这个owning就比较大一点 而且你从这边看 这个车 其实这个是我第三步的trial trailer 第三步的车 第三步大部分都是差不多是这样了 所以这个里面还有你看这个灯 前面有灯 那这边里面也有灯 它主要是这边可能是不一样 和别的trailer 它这个是fresh tank 是city water 所以我们有的大部分 都是有两个出口 一般房车会有两个 所以它进了一个 它可以分配 如果你要想想想 那个fresh tank 你要feel它 你就过来 很方便 对很方便 你要是停了就算了 你没有到营地接水 在外面野营就要用这个fresh tank 对对对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 我看下一个营地是不是没有水 下一个营地要没有水的话 我加到四分之三左右 因为太多的话它有一个weight 有个重量在那里 我大部分就是我停到营地 虽然我有水 但是我会把fresh tank 加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对 就是万一这个营地的水 有什么故障啊 什么问题 它有时候会停水 安全期间 或者施工之类的 我就可以有fresh tank 然后呢 就离开的时候呢 就把它用掉 离开之前就把它用掉 对 所以一个保险的作用 对 有的时候万一要坏的路上 还是有一点fresh 挖得好一点 对对 所以它这个车就把这个东西都放在里边 它呢 这个里边这个东西是controller 这个是solo panel controller 它放到这里 那这里边呢它还有这个outlet 这个线呢也是它改良一下从里边出来的 对然后这个有outside shower 你看它这个slide 它宽呢 很大很宽 这个很宽 一般又在这个位置上 对 所以它很宽 这个跟这个facebook的slide的深度一样的 是吗 差不多这个深度 哦 所以它对trial trailer这个尺寸 它已经伸展也够宽了 就加宽了 我感觉很明显 我原来的cougar的话 对 所以你那个inside room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嘛 里面显得大嘛 对对对 就比较不会有压迫感 对 一般fixware的slide 差不多就这么深了 是啊 它会有一边深一边浅一点 比较浅那边是厨房的 库棍也是不错的 它这个那个cougar啊 它是有一个拱形的嘛 有的是平的 像那种基本就平了 拱形的你下雨水 就会往外 对 空间好一点 再说里面空间也高一点 对 它这个中间就高一点 这个从下面 从ground 从地上一直到上面 它是11尺的 11尺 11尺的话 它里面 从这个地板呢 一直到它的 它的顶呢 是6.75 11尺算高的了 11尺算高的 在吹的来讲算高的 对 因为它还不算上面的 那些什么antina 冷气啊 对 那些都不算 一般5th wheel大概 13尺半左右了 5th wheel当然高了 很高了 那你这个11尺算高的了 对 当然有些网友你也知道 它吹哟吹乐说 它有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是应该有的 对 这个是必备的 对 那两个东西应该是有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要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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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网友认为说 那个不重要 只是人家商业学 但是我们都一直觉得 那个非常重要 尤其这个 这个是更重要 不是水清洁不清洁的问题 它是一个水的压力的问题 对 你压力大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里面的管子 如果坏掉了 我有加一个压力控制器 在这个 控制房 在这个水龙头这里 对 但其他的都是一样了 这个是那个 它是冲洗那个Black Tank的 哦 所以它比较方便 你的Black Tank在后面 对 因为你的浴室在后面 对 Black Tank 它Gery Tank 它Gery Tank 它Gery Tank是82的 有那么大 哦 82 Gery Tank完了 它的Black Tank是45 45 一个礼拜没问题了 这在于人多少吧 对 人少一点的话 一个礼拜十天都没有问题 对啊 这个也挺好的 它冲洗的时候 不像我们 那个很重要 对 那个很重要 那你也知道 有些网友就是这样的 那Black Tank 实际上从卫生间下来的水 对 那个水呢 有些呢 我碰到有些网友也好啊 它直接就拉开 一直通的 哦 那不行啊 不行啊 所以呢 只有你走的时候 你淡不的时候才能拉开 对 对 是 对 你Black Tank跟Black Tank 一定是相反的 一个开一定要一个关 对 不然你这个臭味会 对 也不卫生了 臭味会通 你可以全关上 对啊 只要你要走之前 你给它拿下来就行 对 还有一个它要加那个 那个Fresh 那个药 对 你如果在营地 那也是放完了之后 在家里面 对就全清掉 它有些人就是说 它有很多水 它加那个东西 基本 基本就没有什么作用吧 所以说要开始 有要房车旅游的人 就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不能就是把那个 那个Black Tank的那个Val 全部打开 对 虽然对 虽然你连上呢 当然你不要打开 你还是要关掉 当然 当然你可以 你可以 你说我要十天 我两三天 我觉得Black Tank太满了 我拉一下 没问题 推上 平常都是要关着的 平常一定要关的 你要清洗的时候 才把它打开 对 所以说我们认为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三文才拍那个影集 跟人家讲说 我没有一集是怎么 就是怎么Flash Black Tank跟Black Tank 是怎么回事 这后面呢 就是这样 因为它有个梯子嘛 它的电是后面出来的 嗯 Spare tires 这后面是Header Header Header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它就是水的沙瓦 沙瓦那个点子 它好就好 有这个东西 哦 它叫Outside Kitchen 哦 它不是 它就 我就特别喜欢它 它这个 这很方便 Outside Kitchen 有烤肉什么的 它质量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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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重的 对 那在后面还有个小的 冰箱 冰箱 对 小的一般 一般只有一个炉头 这个三个炉头 这三个炉头 对啊 这样就拉上 这个蛮方便啊 有个Outside Kitchen很方便 对 尤其有烟的东西 就比较 这个是这个 然后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阿尼很长 对 这个奥宁一般的话 很少见 21尺长 哦 所以它 它从前面一直到后面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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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个出来 它面积也很大的 对 这个是正常位置 哦 你这个要卷进去 对 它要下来嘛 哦 所以这个 这个大 大 对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很重要 夏天舒服 嗯 是 冬天是里面 里面开开 里面呢 里面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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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